今年大陆最热的综艺,创造101,是个选女团的节目,101个女孩通过层层考验,最后选出11个组成女团。 这也是目前风靡中日韩的学新方式,香港娱乐圈近年来真是显得很冷清,四大天王这个级别的巨星不再出现,连杨颖,陈伟霆这种受关注到偶像也没有。 香港娱乐圈的新人似乎开始断层,于是香港娱乐圈最近模仿创造101模式,推出选新节目全民造星,全民造星号称港版101,参赛选手是99个男孩,出现选手有机会和艺人公司签计,还能拿到100万港元的奖金。 这一丰厚的奖励吸引了不少男青年参赛,这个节目在香港还是有一定关注度的,虽然和101模式有点像,不过这两个节目画风是差了很多。 创造101经常营造出一种努力拼搏,感人的氛围,而这个港版101却总有种很像的感觉。 每次全民造星的选手登场时,节目组都会出现一个旁白。 这个旁白不像内地节目那样喜欢六代尴尬的吹破选手,他总是无情的吐槽选手。 无论是选手的相貌,身材还是歌唱实力,都被这个刻薄的旁白吐槽。 旁白很刻薄,评委也不像内地节目的评委那么宽容平和。 评委被选手的歌声感动的饱含热泪这类内地节目长线的桥段,在这个港版101里想都不要想。 这几位评委讲话,直接的和旁白确实想来自一个团队。 最近一期有一位叫Austin的新选手登场。 这位选手的参赛照片看起来相当英俊,号称长的向陈冠希和周伯豪的结合体。 这照片确实帅到一向刻薄的旁白都激动不已。 大呼这个节目终于来了真正的剧满,看来旁白军队之前选手的颜值是真的很不满意。 这位照片向陈冠希的Austin登场后做了自我介绍。 没想到真人和照片完全不一样,和陈冠希完全没有一点相似。 看到真人的旁白军又崩溃了,吐槽Austin完全是个照片。 而评委席这个时候也一片寂静。 没有一个人睁眼看这个选手也没人问他问题。 Austin只好尴尬地退场。 然后评委席的女评委失望地站起来摊手。 男评委们也无奈地笑笑。 Austin幕后采访怀疑自己是哪里做得不够好,才被这么对待。 旁白军毫不客气地指出,不是你不够好,而是你的照片太好。 知道什么是商品书名条例吗? 旁白军看来对Austin尝得不像陈冠希与周伯豪这件事非常失望。 全民热心节目播到现在,即使有这么好的奖励当幼儿,依然没什么帅哥参加。 这大概也是香港娱乐圈凋零的原因吧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按赞咯。